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钟26岁来自湖南项目工程师 小杨23岁来自湖南代业 看好可爱 这是奶瓶还是水杯啊 保温壶 哦 过得精细 随身带哈 他要求的 是这样的 之前我女朋友跟我说 皮肤状态不太好嘛 然后我就特意给他准备了一个保温壶 因为他平时在外边就喜欢喝碳酸饮料啊 奶茶这些的 所以我就希望给他准备一个保温壶 在外边的话还是喝温水比较好 合适一点 多体贴的男生啊 挺好的呀 不 我跟他说就是我长痘嘛 是因为我考研 然后没有工作嘛 压力比较大 就冒了几个痘 那天我跟他说 我长痘呢 是想让他能够安慰一下我 但是他却理解了 他我想让他给我制痘 我其实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 他怎么帮我制痘的呢 我是湖南人 他不准我吃辣 就是我的日常饮食中 然后生活中 就一点辣子都不能看见 然后我就受不了嘛 因为我考研本来压力就大了 我觉得辣椒能带给我快乐 然后我就要求他 能不能就给我吃一点辣椒 他说可以 但是又给我提了一个新的要求 就是不能吃一切 他所认为的垃圾食品 比如说薯片啊 然后奶茶呀 可乐啊 这些碳酸饮料这些东西 我就很受不了 明明这些东西 我觉得都是能给我带来 很快乐的东西啊 为什么你就觉得 它是垃圾食品 为什么呢 他那一次跟我说 他就是长痘嘛 然后我特意去查了 很多的一些资料啊 一些文献 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就是像这个蓬化食品啊 它就是脂肪含量很高嘛 而且像这个碳酸饮料的话 它含糖量是非常高的 对咱们的皮肤损害是非常大 尤其像现在的一个奶茶 一杯可能就有 500大卡的一个热量 可能500大卡 就是不太形象 简单地来说 就是有5碗小米饭 这么多的一个热量 你想想 这个热量非常大 然后对皮肤的损害也特别大 所以呢 我就给他准备了 这样一个水壶 特意买的 当时买回来之后啊 他也是觉得很好看 也挺喜欢的嘛 我就想 既然这样的话 我们这样每次就带出去嘛 也没有关系的嘛 他不但不懂我的需求 他还不懂我的浪漫 有一次我很明确地跟他说 我想要一束花 我觉得已经意思表达得很明确了 对吧 他过几天是给我带来了一盆 他所认为的花 你自己说说是什么花 一盆仙人球 你看 谁家送花送仙人球的呀 仙人球会开花吗 所以你的理论依据是 会开花 会开花 仙人球的花好美啊 而且仙人球还会接果还能吃呢 你看 真的假的 我都没见过 当时我特意了解过 就是市面上现在的花 比较常见的 送的都是什么 玫瑰花呀 玉金香啊 这些花的保鲜器 可能一个星期左右 就差不多都枯萎了嘛 不实用 然后我精挑细选 发现了 仙人球这个宝贝 就是它呀 又好养活 然后我们长期培养之后呢 它也是能开花的 所以特意挑选了 这个仙人球送给它的 那我考研都那么忙了 你还要我去精心培育它开花呀 都说了 这个仙人球很好养活 你一个星期浇一次水 差不多了 很容易的 那等你养到它开花了 你再给我看好吗 可以吗 可以 没问题 谢谢 谢谢 它不但不懂浪漫 它还不珍惜我对它的好 就是上次七夕的时候嘛 我花了两天半的时间 给它画了一幅 我亲手画的画 它收到的时候 它觉得 哎呀 这个星衣很好啊 对吧 然后它觉得很喜欢 但是过几天 我去它家看的时候 我发现它就把那幅画 随意地放到了一个角落里 我就特别生气 你说你不是那么喜欢它吗 那你为什么就这么随意地 给它安置了 对呀 你得挂起来呀 是吧 对呀 理论上确实我是应该挂起来 但当时 就是那幅画 放在一个角落 它进来看到的一个角落 其实是我精心挑选的一个地方 呦喂 你这就有点强词多理了吧 不是 您挑选了一个什么角落 我们听听 没有 那个角落的上边 是我准备挂画的地方 但是它来的时候 那幅画呢 确实是没挂 当时没挂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看到这幅画呀 它的一个结构可能就是 有点问题 当时我看第一眼 冲的画的时候很好看嘛 然后把您配件我拿回家之后 发现它那个画框啊 后面那个挂钩 是放在整个画框的最上眼的 那么它挂在墙上呢 跟我们墙的一个贴合度啊 是很明显 是不够 不能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平行状态 然后它会有一定的一个夹角 就大概一二十度的一个夹角 就会显得有瑕疵嘛 就没那么好看了 所以当时呢 我还在想 怎么去把这幅画挂得很平整 所以您是什么项目工程师啊 主要是做的一些 工厂管理类这一块的 难怪的 你看人家 新戏啊 就是然后发现了一个结果 可能就没那么好嘛 可是我当时还在思考 怎么去把它就调整一下 能达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状态嘛 结果那天它就来到了我家 看到没挂画嘛 然后就有点不开心了 我觉得你就是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 不然你如果珍惜的话 你挂完之后 为什么还要啰哩啰嗦 说那么一大堆呢 当时挂上去 后面是挂上去了的啊 挂完之后 其实就是因为 它是因为我画没有挂生气嘛 所以就挂上去之后 得跟它解释一下 跟它说 我这幅画呀 就是因为它还是有一定夹角关系 就是有 就是没那么晚 你看它总喜欢说这些大道理 因为我希望它不生气嘛 就是因为没挂 所以它生气 我觉得你就是不珍惜我的劳动成果 因为它挂完之后 你挂了就挂了嘛 它还要跟你说很多很多 它说你看我就说是这样吧 还要加这种话 它的思维跟我的思维 永远都不在一条道上 那你再让我们感受一下 你们不同的思维的碰撞 就是它喜欢打游戏 然后我平时喜欢追剧是吧 我们就觉得平时情侣之间嘛 日常生活中应该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然后那一次我就跟它商量 我说我们吃完饭之后 是不是可以一起追个剧啊追个综艺啊 他当时也同意了 看着看着 他就去玩手机去了 我就发现他人在那 但是他的灵魂已经不知道去哪里嘛 哦 当时灵魂这个东西 确实没在当时的电视剧上面了 因为看着看着呢 可能我就觉得 它的一个价值观或者各方面 就跟我没那么吻合了 就不太那么爱看了 但是他呢又比较喜欢嘛 想的就是说 哎你好好的看 然后在身边坐着陪着你 你看你的电视 然后我玩我的手机 我想的是大家都可以接受嘛 你不喜欢你可以跟我说 对吧 我们再挑一个我们都喜欢看的 我希望的是就是你人在我旁边 然后我们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就是一种新与新的沟通 而不是你人单坐在那里就好 他总是就是不明白我想要什么 而且他总是要我很明确地跟他说 我想要什么他才会去做 我说一二三 他就一二三 他永远不会想下一步 这个倒也没什么 男性思维跟女性思维的那个角度不一样 我还觉得他的心思 就是对我而言越来越冷漠了 上次他打游戏的时候嘛 我就想着他很久没喝水了 嗓子可能有点干 我就想着去给他切点水果 给他润润喉 然后也是怪我自己不小心 就把手切到了 我当时就大叫了一声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就很生气嘛 我就说我切到手了 然后他就语气很平淡地说了一句 没事吧 我就更生气了 我就嘱气回了一句没事嘛 然后他以为我的没事就真的没事 他的头都没有离开过他那个电脑 当时确实是没有听到 然后我就问他有没有事 然后他跟我说没事 那当时我急着也在忙手中的操作嘛 然后就真当没那回事了 我都说我切到手了怎么会没事呢 就是没听到啊 那你没听到你怎么会说没事吧 这个字呢 你怎么会问呢 就听到了一声叫声 就类似于啊的一声这种 你就是那一瞬间的精力不在那嘛 这个得告歉 他错了 他确实错了 但不代表他对你冷漠 我以前磕着碰着的时候 他无论在干什么 他都会第一时间赶到我的身边 问我怎么样 他现在就这种态度 我以前说肚子痛 他都会帮我准备热水啊 暖宝宝这些东西 我现在说肚子痛 他就说多喝热水 然后去睡觉 睡着了就不痛了 就这种态度 他以前还会有行动上的表现 他现在就只有言语上的敷衍 还有什么事让你觉得他对你冷淡 就是上次吵架嘛 吵得很大 就我真的是哭了 然后一晚上没睡 哎呀那眼泪得流干了吧姑娘 第二天眼睛反正是种成核桃了 然后我们后面和好了嘛 他跟我说 我知道你在哭 我是故意的 就是他明明知道我在哭 但是他还是那么冷漠 就是我很 就是很直接地表达 我当时类型的想法 因为我也不藏着掖着 至于为什么这么想呢 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是喜欢他 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当时呢 那一段时间 我们是因为非常多的一些小事啊 就频繁地争吵 就是我经过那一段时间嘛 就可能因为这些事情的集中冲击 然后我想的是 就希望他能成熟一点 所以当时想到了一个 不是办法的办法吧 就希望让他知道 不是你每一次哭 我都会立马来安慰你 我希望你能明白 所以我当时特意这样 他哭得很伤心 其实我也很难过 但我还是没有去安慰他 所以你的说辞是 你在修理他 非常刁战的言语 但是我觉得我当时的 我用词不到 你当时的想法是 我要让你感受到 你不要认为你哭 我就会帮你 让我常常教训 对 教训 你在教训他 有那么一瞬间 有那么一点意思 什么 不管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啊 我觉得他非常在意 生活中的一点点滴滴的一些细节 比如买完东西回来的那些包裹 他特别喜欢拆 用剪刀拆比较方便嘛 一般都是我递给他 就是我平时递剪刀啊 我都是非常随便的递啊 然后在他这儿可是不行的 就是我因为有几次是剪刀尖尖对着他递给他的嘛 然后他就生气了 不开心了 本来就是啊 我每一次拿快递的时候 我都是看着快递 然后背着手去接剪刀的 我要是没注意看 就很容易戳到我呀 可是我一直都看着这个剪刀 怎么可能会伤到你呢 那你要是没看着呢 而且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了 不要拿剪刀尖尖对着别人 这样又危险又很不礼貌 这个好像不是心系吧 这个是不是用做这个词准不准 你有这感觉吗 有 有就接着说 行 那我就再说 那一次我们一起逛店铺嘛 叫网购 然后看到了一套 比较好看的一个汉服嘛 他挺中意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我来给你买吧 然后那一套汉服呢 很好看 但是它又是一个预售款 然后忙着忙着 加班的时候 我就把这个事情忘了 然后晚了一段时间 我去买的时候发现 没了 全部都卖光了 店家告诉我说 这套款呢 可能就近期不会有了 没有办法 我又不想让他失望嘛 我就找了一条款式和颜色 相差不大的 然后买回来 然后回来 说到这 他又不开心呢 因为我想要的不是那一套啊 而且我提醒你了 在预售的当天 我提醒你要设个闹钟 你也同意了呀 但是确实因为忙着忙着忙忘了 那你就不要答应这个事情 因为那套汉服开始 是我准备自己买的 是他说 没关系 交给我来呀 这就不怪他 不怪他 特别扭吧 别扭 就觉得我上了心了 你不理解我是吧 对 你知道过分的还有什么吗 就因为这个事啊 他直接就把我微信拿黑了 不知道的吧 因为我当时真的很生气 那套店铺是周年款 就是过了那个时间 以后都不会有了 可是也不知道 你直接把我微信拿黑啊 你知道就像我 感觉我像一个微商一样的 就是你你是客户 然后让我买一张东西 我没有买到 不行这个微商做得不好 拉黑 这个你想多了 他在情绪 可别再说了 我提醒你 再说回去没好果子 再说一点吧 还有一点 就最后一点啊 最后一点 简单来说就是 他跟他的这个异性朋友 以前玩得挺好的 一个异性朋友 就是说可能还时不时有年纪 然后还有约着出去吃饭嘛 还没有喊上我 我没有叫过你吗 而且我跟一心朋友出去玩 又不是我们两个人 单独出去玩 我们是一群人出去玩 有男有女的 叫倒是叫过一次呢 就实话实说 叫了一次 然后那一次呢 还印象特别深刻 发生了什么 哎呀 又吵了一架 为啥 为啥你得问他了 为啥 就是我们朋友 不是一起喝酒嘛 然后他喝不了 他就醉了 后面我就继续喝嘛 我感觉下面有人拉我 我一看是他 他在装醉 然后装醉就装醉嘛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 就是他走了 他只拿自己的包就走了 我的包就放在他旁边 他就不管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 我当时其实只是有一点不开心 我喝不了酒 他们都频繁劝酒嘛 我不剩酒力 可能不太想喝了 然后就装醉 然后你还劝别人喝酒 我觉得这样不好 所以特意拉一下你 结果他还是继续劝酒 他们都在劝啊 我劝一下怎么了 而且都是朋友 又不会往死里灌 那后面呢 后面就是我们走的时候 因为我忘记拿他包了嘛 然后进去电梯 然后想牵他手嘛 结果一把就把我甩开了 然后当时我就也生气了 然后回去的路上 也是一句话没说 因为我以为你生气了呀 我就不明白你为什么生气 所以喝酒生气这件事不重要 我关注的是 他跟异性吃饭这件事 似乎你好像对他 那个男性朋友还挺在乎是吧 有那么一点吧 因为他那个异性朋友 他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 关系也挺好 所以你吃醋呗 确实啊 走得太近了 我很不开心 你告诉他不就行了 对啊你跟我说呀 说了你能怎么办 跟那个断绝联系吗 那也肯定不会断绝联系啊 为啥不行 你们能不能保持点距离 保持距离肯定是保持的 但是也不能完全跟朋友 断绝联系啊 因为我跟他毕竟也认识 很长时间了 我们是初中就认识了 我吃醋啊怎么办 我们最多少年细一点嘛 少年细的频率是什么 而且我们出去玩也带上你啊 带上我这个可以接受 就是说你年细少了 要求也不高 对 我要求其实真的没有那么高 没那么开心 你为啥不带他 就是因为那次闹得不愉快嘛 我就觉得 就不带了 就觉得他可能跟我的朋友合不来 就少让他们那个 我问问啊 你们俩谈了多久啊 谈了一年半了 哦 那怎么着啊 你是打算是改造他呀 还是要跟他分手啊 今天来这里 就是想把我们这些问题 解决嘛 如果解决不了的话 我就重新考虑一下 重新考虑是个什么意思 就是在考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嘛 哦 现在已经不在一起了 现在想跟他分 他不同意 就是不爱了嘛 还爱 哦 还爱 我就希望他能改嘛 我觉得我可以慢慢改 这个不说实话的家伙 你在这个舞台上的每一句话 其实你的背后都是 我没有错 我是为他好 你的每一句话 传递的都是这个信号 你怎么会改 杯水壶 我错了吗 我都查过了 嘿 先生长 先生长 我就是送你的花 我哪儿错了呀 你哪一件事 是你认错的吧 没一件 这才是姑娘伤心和寒的力量 那你还爱他吗 爱 你能包容他那些小脾气吗 可以 他那矫情你能受得了吗 不是每一件能受得了 你看 所以该怎么办呢 其实很多恋人到一个恋爱阶段的时候 都会碰到像你这样的问题 咱们怎么去调整呢 你们听听老师们的意见 好不好 让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分界 我想到了一句老话 以前无论是年轻的夫妻 还是中年的夫妻 父母一般都会对他们说一句话 忍忍 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 没有一个人没有瑕疵 所以父母都会说忍忍吧 好的婚姻好的爱情 就是要学会忍 每个人就是有自己的习惯 姑娘刚才你说有一句话 我就希望她懂我 对吧 嗯 你懂她吗 我问你一个问题 嗯 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猜猜看 她都是我吃什么 她吃什么 你刚刚不是说 希望别人懂你 那爱是相互的 你也应该懂她呀 平等的爱就是应该 你知道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但是我告诉你 再相爱的人 即便结婚三十年五十年的人 都不一定知道 对方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没有一个人是百分之百 绝对懂对方 我们很多时候就可能会用自己认为的好去对待对方 因为她想要把自己认为的好都给到对方 那好的爱人就是学会接受 但是你们两个人其实都不会学会接受 男生你也一样嘛 他给到你的那幅画 那个角度真的很重要吗 如果你是一个那么注重细节的人的话 在当天就会找各种各样的时间把它给弄好 所以你并不是很在意的呀 你有可能觉得那幅画并不搭你的家 有可能觉得那幅画并不是符合你的心意 那还有一个 你真的喜欢看她那个剧吗 真的是因为那个剧看到什么时候 你觉得价值观不合适了吗 那一定不是你喜欢的 女生喜欢的剧大部分和男生就不一样 所以哪有那么多完全一致的恋人 你们两个如果学不会接受对方身上瑕疵 缺点还想改造对方的话 不如直接改造自己 重新去找一个百分百符合你心意的 可能那对你来讲 你的恋爱谈得还更舒服一些 所以姑娘也好 小伙子也好 学会说实话 学会接受 学会拒绝 好的爱情一定是懂得学会如何拒绝对方 并且如何跟对方协商 这样才能把恋爱谈下去 姑娘有一个扎心的事实 你知道吗 就是恋爱初期的那种甜蜜度 它是根本维持不了的 不知道 你不知道呀 因为我这是第一次跟她谈恋爱 哦那今儿就给你上上课 恋爱初期的甜蜜感 它对你所有的细心周到 这些它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慢慢的消失 这是每一段恋爱必经的过程 我们女生当然都希望 能被自己的男朋友一直呵护 捧在手掌心 但是事实是她做不到的 所以你首先要面对这个事实 第二就是 你的矫情有点过度了 就像你说到那个剪刀的那个尖 不能朝人的手心给人 确实这是一个礼貌问题 那她没有这个方面的这个弦 所以类似于这样的小事 她下次不注意提醒她一次 两次不注意提醒一次 再第三次 你可以就忽略了 但你不能把这件小事上升到 她不在乎我 没有那么严重 还有一点就是 谈恋爱的时候 男生啊 你不能完全地顺从她 你必须要保持自己的独立 如果你完全地顺从她的话 你告诉我 你能装多久 你不喜欢看的电影 电视剧 你必须要陪着她看 你不想吃的东西 你必须要陪着她吃 就刚才她那一句 一般都是我吃什么 她吃什么 你没有自己想吃的吗 要在恋爱当中 待得舒服 两个人才能长久 一味地迁就 忍让 到最后谁都受不了 所以我们既要保持相对的独立 然后我们又不要伪装 这样两个人舒服在一起 爱情才能长久 姑娘 我再告诉你一件事 你说她冷漠 我其实并没有觉得她冷漠 反而她有在用心 只不过她用心的这些方式 不是你想要的那种方式 你说她没有用心 她让你带着水壶 这不是对你的关心吗 你说她没有用心 她去查了一杯奶茶 一包薯片 有多少大卡 她不是在为你着想吗 只不过这些用心的东西 在你看来没有用 所以你告诉她 谢谢你对我的用心 但是我想要的是什么 她说的那点特别好 你有需求 就要一二三四地提出来 女生千万不要让别人去猜 猜来猜去 累的不是他们 是咱们自己 因为男人永远猜不对 女人在想什么 所以就一句话女孩 咱们认清事实 对别人的要求和期望 不要过高 放低你对她的要求 能看得出来 她对你是有爱的 你对她也是有爱的 不要这么作了 不要这么矫情了 好吗 哎呀 你说是要看清一个事实 事实是她对你那感情是淡了 这是事实 就从她说的那句话开始 我就能感觉 呦 开始上手段了 不是你每一次哭的时候 我都会要安慰你 她什么都有道理 她这么天衣无缝啊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开始的时候 如果在你追她的时候 在刚开始的时候 她要一束花 你会给她一个仙人球吗 那个仙人球 就是我送的第一个 你认为这是 这是给她惊喜 对 没有戏 你太自以为是 整个上场 你就是侃侃而谈 什么都是 哎呀我说两句 你都有一千个理由在等着 你爱这个女人吗 爱 用什么爱 训练她呀 你开心的时候 你可以哄她呀 对吗 不开心 我叫你哭叫你知道 你哭是没用的 说实话 我认为她爱你 比你爱她要多 你现在没有工作是吧 你现在有什么呀 就在家里面搞学习 哦 你有什么 没有什么 她现在可能就只有你 可以说这段时间 对于她来说 是一个特殊的日子 她脸上长包 是挂一个保温 胡酒能解决的问题吗 有点泛滥了吧 爱情当中有点惰性了吧 我不否定你爱她 但是我觉得爱已经松懈了 她能够感受到 因为她是一个很注重细节的人 她特别敏感 尤其是在这个阶段 请你多一些关注 多一些耐心 可以吗 可以 女生啊 你的问题两位 牛老师已经说完了 我不多说了 但是你现在有什么 你不能只有她 嗯 你要有自己的目标 当你把精力和你的时间 都花在一个目标上的时候 好多事你就顾及不到了 一个简子递过来 哎呀 直接拿过来就行了 对不对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所以你才特别注重她 因为她对你的某些细节 明白吗 明白 好 就这 同意曲总的观点 这个台上女生爱男生更多一些 但是 我也想替男生辩解几句 我还真不觉得这男生做错了什么 你说那热水壶也好 仙人球也好 小剪刀也好 都不是什么 大的过错 说白了都是些鸡毛蒜皮 你却为此大动肝火 甚至杀人微信 跟人提分手 这说明你现在已经变得很敏感 很多疑 甚至是 有点作 你深信我理解 不是因为 她没买到那套汉服 而是你认为她不在意你了 对吗 嗯 你是不是对这段感情 其实很没有安全感的 可能是最近这段时间嘛 因为我确实是没有收入 待在家里面 然后平时也见不到什么人 就等着她下班 然后等着她上班 所以其实在你内心里面 你是不敢分这个手的 其实你很害怕失去她 也算吧 因为怕失去 所以想抓得更紧 你用了作 用了闹 甚至用了分手 想逼她成为你想要的那种人 但是我告诉你 这种做法 结果往往都是 事与愿违 该怎么做呢 坦诚的沟通 相互之间换位思考 这样的话 两个人才能走得更长久 好 谢谢 为什么人要有朋友 为什么人要有工作 为什么人有父母 为什么人要有孩子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你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 在这个世界上 是一个男人满足不了的 他需要其他的东西 你在这个舞台上 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 我们初中的时候就认识 我可以少联系嘛 但是我不能因为这个 不要他嘛 对吗 你现在犯了一个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你所有的重心 全都压给这个男人 你怎么会快乐呢 还哭呢 还哭呢 控制不住 控制不住 还委屈 不要委屈了 一定要自己独立的生活 你是一个独立的人 你不需要得到他的尊重 对吧 所以当你降低这个要求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特别快乐 为什么 我有朋友 我有学业 我有父母 我还有一个挺爱我的男朋友 关键是 我还挺爱他的 这多好啊 不要狡辩了 许总说你说的特好 人家说一束花嘛 你就给人一束花嘛 耍什么小聪明啊 这个创新对他们女人没用 没用 你创新对他们来说是创伤 你知道吗 不干这事本本分分就行了 你呢 再大胆一点 想要什么说的再直接一些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反正我想跟你说的 就在刚刚这里全部都说明白了 我也不知道你有没有听清楚 也有没有明白我说的意思 如果你明白了 并且能改的话 能够像以前一样那么关心我的话 这段感情 我想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当然我也听得比平时在家里 更加清楚了 更加能听到你的心声了 我觉得我能改 能变得像之前那样吧 然后更加的一个关注你 能确实是我这段时间 在感情上变得有惰性了 非常抱歉 但我相信我能做得更好 然后我也希望你能回到我的身边 一直地走下去 也希望你能同意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欢迎登陆优酷视频 同学这边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预测一下吧 还是都出来吧 双厨 好好相爱 来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来一起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好好学习啊 谢谢两位请回吧 祝你们幸福 来 谢谢各位老师 谢谢 谢谢 请回 请回 祝女生能够早日考上研 然后两个人有一个更大的世界 你们内心可能就会幸福感更满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觉得他答应我的事情总是做不到 根本不明白承诺有多重要 所有大事小事都要我自己想办法 从来都不为我多考虑一下 我越对他忍让 他越当鼻子上脸 就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都要和我吵一下 我都替他觉得累 有时候我真的在想为什么要谈恋爱 我也希望能像别的女孩子一样被人照顾 我到底应该怎么做才能明白呢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小金21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 小杨21岁来自辽宁学生有请 欢迎哪位 是同学吗 对大学同学 谁追的谁 应该算是我追的他吧 什么叫算是 算是你追的他 我追的他 好了多久了 快一年了 这才一年 就那么多的委屈啊 我觉得他脾气大 爱发脾气 然后就总 揪着一些小事不放 然后还总翻旧账 总抓着我的前女友不放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为啥 不是 我提的前女友是这样的 就是他追我的时候 给我发了他前女友给他写的备忘录 五六篇很长那种的 然后就是讲他对他前女友多好 他前女友多有多喜欢他 他们两个有多恩爱 然后他还跟我讲说说他特别忘不掉这个前女友 我肯定不开心啊 不是 是这样的 就是我刚开始追过他一段 然后他没有 就是也不喜欢我 然后我也决定放弃了 就是那时候他也不搭理我 天天我给他发微信 然后就一个字几个字回 然后我就写成是那我得找点面子吧 我就发点这个 你觉得他这理由是不是很奇怪 不是那你发前女友的备忘物找什么面子呢 就是我证明我我也没那么喜欢他嘛 那个时候 哦 就是我对我前女友那么好 对 行 然后呢 后来我们俩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呢 我没有 怎么不在一起了呢 那些文字刺激到你了 他能对一个女人这么好 不是 就是这个事儿 是过了一年以后 我才跟他在一起的 就是一年我们两个没说话 然后是后来我回老家了 假期 然后我朋友撮合我们两个一块玩游戏 然后就在一起了 我也没说就这事儿 这怎么就能撮合到一起呢 当时发生了个什么事儿 我的室友跟他是一个地方呢 然后关系特别好 然后我跟我室友关系也特别好 有一天我们玩游戏 然后就把他叫上一起了 然后就每天对我续寒问暖 我就发现 这人好像还不错 然后就主要是 他喜欢我这么长时间了 我觉得这人挺真诚的 就开始对他了解了 一开始是不了解 他就没有在一起 然后考验了一年 发现还没找 觉得长情 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那是没找着吧 你说没找还是没找着 也找了吧 你看你看 后来呢就好了呗 在一起了 这前女友这怎么还在那呢 然后在一起前两三个月 我们两个我就没想这事 但是两三个月都对我 就追我的时候特别好 然后在一起之后对我不好了 哦 我就想起来他前女友写那备忘录了 他前女友说 我小磕小碰 他都捧在手心里 然后特别心疼 怎么怎么怎么样的 对他多么好 然后到我这儿 我有一天晚上胃疼 我吐了特别难受 我说你给我烧个热水吧 磨磨叽叽的 那我不也是给你烧了吗 他拿菜锅给我烧水 做菜的锅给我烧水 然后一股菜味 你说我胃疼我还吐了 谁能喝带菜味的水啊 然后我就挺生气的 然后他也不给我想办法 最后我颤着温温拿手机 自己订了个热水壶 因为我们两个热水壶坏了 那热水壶坏了 我有啥办法呀 而且那个锅我也刷了两三遍了 它还是有味儿 我跟他说了 我说不要拿那个锅烧水 这一节里没有前女友啊 但我就想到了 当你喝着菜汤水的时候 想到了他的前女友 哎呀 这一比我的妈呀 你看看 我就很难过 很难过 而且他还骗我 他因为前女友骗我 怎么骗他呢 我们两个在一起之后 然后有一次换了手机 因为他寝室的网特别不好 我手机在他那个网就特别好 然后就换手机用了 我的手机就给他了 他的手机给我了 我看他手机里的相册 就有很多女孩的丑照 其中有一些女孩 是她发小 关系比较好的女孩 我见过 这我无所谓了 然后有一个女孩 是我没见过的 我就给她截图发过去 我就问她 我说这是谁 她说是朋友 第二天我们两个见面 我又问了她一遍 我说这是谁 她害怕了 跟我说是前女友 我当时不合计怕你生气吗 而且我觉得就是 葛微信上吵着俩 也吵不出啥名声来 她俩见面我再跟你说呗 不就一张丑照吗 一张丑照 也不是我俩 第二回事又拿同样的理由骗我 另外一个前女友结婚 结婚婚 到底几个前女友 这第二个前女友 结婚了 跟她说 说让她去下家婚礼 然后我就说 我说这是谁呀 她说朋友 那我哪敢跟你承认呢 你可出租车上就跟我一顿吵 那我能不生气吗 在出租车上怎么了 那你骗我 拿这事骗我 我能不生气吗 那我不能拒绝她了吗 拒绝理由才有意思呢 她跟人说 说我不在锦州 那这什么拒绝理由啊 你就说你不去不就好了吗 什么叫你不在这个地方啊 那我不也是拒绝了吗 你不在这个地方 说你不去 完全就是两个意思啊 不是 这不是委婉的拒绝吗 不是 她前女友结婚请她去 这就说明没事了吗 对啊 人家都结婚了 我来还能有啥事 我也接受不了 而且我接受不了的是 她骗我这件事 她本来说是朋友 后来又变成前女友 核心重点在于 你骗了我 对 那我不是怕她生气吗 她就拿着一个理由 怕我生气 就好多事都是这样 后来你不也原谅她了吗 那倒是 对 原谅了就别说了吧 然后她管我管 特别严 她管你什么呀 就比如说 我不喝酒 然后就是我抽烟 她就全天 她不是这样呢 她抽烟那件事 她也骗我 她追我的时候跟我说 说我只要和你在一起 我肯定戒烟 说的可好听了 在一起之后 我跟她说 我说你不是说要戒烟吗 她跟我说是吗 有这回事吗 把这事给忘了 后来我帮她想起来了 我帮她回忆起来了 回忆起来之后 她就开始跟我说 戒了两天 跟我说戒不了了 后来我们两个吵了一架 她说那行呢 我慢慢戒吧 我先七根七根抽 一天七根这么抽 然后再一天五根 再一天三根慢慢戒 到一天三根的时候 她跟我说 这烟我不能戒了 我还是觉得我得抽 然后跟我说 说这样吧 我们两个以后结婚了 等你怀孕了 我再戒烟 给我画大饼 一杆子给我打到结婚以后了 我一个男婶 我出去我不喝酒 然后我抽点烟很正常嘛 就是色个娇啥的 然后你说行 确实有道理 你有一股的理由 你告诉我 少抽点就完了 而且我抽的每根烟都问你 不是 只是她告诉我就行 就她跟我说抽根烟 我说行 就是抽烟打报告就行 是吧 那看来她有时候抽烟 也没打报告是吧 有几次吧 反正就是偷摸的 所以女生觉得叫不坦诚 对吧 对 她就是不坦诚 然后她天天说 我管她管她严 还管你什么呀 就比如说吧 我出去玩 有一次我俩回老家嘛 然后我朋友找我出去 去网吧玩 她就洗澡了 然后我就给她发了个信息 我说我去玩了 然后她这时候 给我发了一个信息 质问我说 你为什么没经过我的允许 我不是这么说的 我说你为啥不跟我商量一下 而且我一开始没生气 就你说洗澡嘛 顶多就洗一个小时呗 就跟家里一起去 可能一两个小时这样 当时她给我发微信的时候 我已经洗了一个多小时了 就马上就出来了 十来分钟就出来了 然后她当时就通知我 跟我说我去网吧了 我说洗完澡 我出来一看 人玩上了 我当时没怎么生气啊 我就是觉得挺奇怪的 我说你再往吧了 她说啊 我说那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就去啊 不是这玩还要商量什么呀 不是我觉得男女朋友之间 就是我也是这样的 就是我出去玩 或者是跟朋友一块玩 我都问一下她 我说跟朋友出去一趟行不 或者去玩一趟行不行 就大概这样 她说行那就去 然后到我这儿 她要说不行去不去啊 不去了 谈个恋爱正常的社交游戏 什么都不能了 不是正常社交游戏不行 比如说晚上 我跟朋友出去吃个饭 太晚了 如果她觉得太晚了 那就不去了 如果正常出去玩的话 就是说一声就行 她这不是说了吗 对呀 我都跟你说了 大白天 也是大白天 她通知我 要请示是吧 就是对呀 问我一句 态度不好 是吧 最主要 我一开始没生气 我只是比较好奇 她怎么就是直接通知我一声 人就去了 我就问了她这一句话 我说你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就去啊 她跟我说 那你还想咋的呀 我都跟你说了 我才生气的 我觉得她说话太过分了 就算我爸这一件小事 我跟你我都感觉 我自己被摔了一根绳子的 好行 这这这听明白了吗 就是女生觉得 她处处都管着我 还管你啥 就是 不是 她我跟你讲 她这个人 就是好的事 就她喜欢我管她的事 我能管 像这种玩的事 我管她 管她一两句 就不乐意了 就跟我吵 不是那她什么事 喜欢让你管 比如 帮她操心这种事 她就喜欢 她这么大 有啥让你 丢三落四 我们两个在一块 手机丢两回 包丢一回 搭回机丢一回 然后这个 这个手机丢两回 第一回 是我们两个一块 出去玩 这手机 落在网约车上了 然后我就给那网约车 打电话 帮我送一下吧 怎么怎么样 然后给人报了 来回车费 人给我送了 第二回 陪我去医院 我生病了 到医院了 手机 发现 落出车上了 然后我去找 那你说我是 陪我去医院的 我还是陪她找手机 然后第三回 落包 我们两个 跟朋友出去 打麻将 然后回家 发现 电器卡不见了 连包一起 落在麻将车了 打电话 人家都要关门了 我说 哎呀别关了 我说 我现在就过去 我打个车就过去 然后拿回来 不然回不了家了 然后还有打火机 去KTV丢了 我送她来打火机 那也不是我想丢的 那我也 我又不是故意的 行吧 听明白了 女生等于 表白一下 说我不是什么都管她 我是为了照顾她 对吧 她不领你的心 我理解的对吗 理解对了 然后还有就是 关于未来的事 因为我们两个学校 都在沈阳嘛 而今天也毕业了嘛 然后就想着 就是以后工作 发展什么在哪 然后我们两个 就是协商在沈阳 然后有一天吵架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特别过分的话 他说那留沈阳 还不是因为 你要求的 你觉得你朋友都在这 你就想在这玩 所以你才要留沈阳呢 然后跟我说哭了 因为我心里 不是这么想的 我是大连人 他是锦州的 而我从小就在 沈阳上学嘛 然后我家里人 就更希望 我回到家旁边 我就想 一个男孩来到 我家这边 毕竟不太好 他家里应该 也挺没有面子的 因为这件事 我就想着说 我说那就留在沈阳吧 但是我怕他没有面子 也怕他家里人 没有面子 我就跟他说 我说是因为 我们两个学校 都在沈阳 然后再加上 我这边的朋友 你这边朋友在这 所以就留在这 但是他不明白 他不理解 对对对 我是为了你 为了我们这段爱情 我留在这了 我委屈 你还跟我说这个话 那他也没说 打算去其他地方 那有啥伤心 他跟我说 他要去云南 一开始我们两个 都定好了 要留在沈阳 前一阵吵架跟我说 我要去云南发展 我要去云南实习一年 我说那一年以后呢 你不跟我说 定居在沈阳吗 他说那就定居呗 买房子买在这呗 那我去云南发展 然后这一年以后 我看看人家 怎么给我安排 怎么怎么样 我一个人在这等你 我说你在这想啥呢 我就随便那么一说 他不是随便这么一说 我又没说 我必须要去 你跟我距离力争 我俩是因为吵架嘛 然后他跟我说 说除了锦州 他哪个城市 他都跟我去 然后我就提出了一个城市 他又反驳我开始 我觉得他起码 要考虑我一下呀 你说我留在沈阳 我是考虑你 考虑你家里人 然后到我这了 你给我支那么老远 都定好在沈阳了 你给我支到那边去了 他有个姐姐 可以在家照顾他妈 我就一个人 我家里独生子女 我妈六十多岁了 生我也晚 四十多岁才生我 懂了懂了懂了 问一句啊 你学什么专业 视觉传达 就是设计 云南有更好的那个发展 就是家里人有在那边的 然后我就跟他随口一说 你别随口说呀 人家当真的 就是因为那天我俩吵架嘛 然后我就 这事是过了是吧 对 没过 不是真的关于未来的事是吧 我觉得没过 他要是就是这一吵架 那你们到底 你们现在毕业了吗 马上了 那到底怎么规划 未来的呀 我俩刚开始 定的是在沈阳 然后那天 说你现在的想法 不说那天 此时此刻 就在沈阳 这不是没事了吗 不是在沈阳了吗 我也都答应他了 我说我不去了 不是 他太出尔反尔了 我根本就不相信他说的话 那听明白了吗 你现在不相信他了吗 你想跟他分手吗 你直接跟他说呀 我觉得我 我还不是很忍心 来我问问 你怎么想你们俩的事的 我觉得吧 他好的时候挺好的 但是就是脾气上来 好的时候多还是不好的时候多 好的时候多吧 你还想跟他好 对 你愿意听他的话吗 也愿意吧 你愿意服从他的管理吗 愿意 但是我觉得他管理有点压 你愿意追随他吗 愿意 都愿意 那不就没事了吗 你愿意要一个什么事都不管 就赖在你怀里 听你话的男人吗 我不愿意 你愿意一个不成熟 需要成长过程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要摔很多跤 你愿意陪这么一个男人 一直往前走吗 我觉得如果你坦诚的话 我觉得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啊 他有问题吗 我觉得他有问题 他问题太大了 这不就你听明白了吗 这是一个有问题 又让你看不到未来的男人 你不知道该不该继续爱了 是这意思吗 行了老师 你们给断断吧 下一步两个年轻人的规划点 在哪儿呢 让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姑娘我很想问你 你是他妈吗 不你是他妈 你从跟他谈恋爱开始 你完全跟他妈妈 做的事情一模一样 孩子乖 不可以抽烟啊 抽烟对身体不好 孩子乖啊 妈从来不会害你 妈说啥都是为你好 该吃饭吃饭 该学习学习 不要在外面乱玩 你说的不是全这些话吗 你哪里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享受到恋爱的这种感觉啊 你从头到尾一直在做他妈妈 包括现在你跟他讲 孩子乖 妈都帮你安排好后路了 以后就留在沈阳 你有问过他想去哪里吗 你有问过他到底是想回景州 还是也许他就是想跟你去大连呢 或者你们两个还可以去其他地方呢 姑娘你什么都没有问过 你希望一个男人呵护你 但是你把一个男人呵护你的情感 全都给他扼杀了 你怎么能得到一个男人对你的爱 你刚刚说一句话 你说我特别希望他坦诚 他怎么敢对你坦诚 他坦诚地告诉你 妈我想抽烟 你说不可以 你要抽烟我就给你分手 那他只能偷偷地告诉你 好吧 我可以尝试戒烟 所以你好累啊 你哪里是在谈的呀 你明明是在养一个儿子 还是一个不听话的儿子 现在儿子长大了 他早晚要离开你 所以姑娘你好好想想 你到底是想要爱情 还是你在管着他 他还在不停地跟你叛逆的爱 你如果真的想让他戒烟 真的想让他跟他所有的那些钱 你有断绝关系 你只需要摆明 你再联系 我就不跟你联系 就可以了 你没有原则怎么爱人啊 同样对男生来讲也是一样的 我知道很多男生 在大学里边谈恋爱 都会跟自己的女朋友 说一句话 我怕你生气 可是你知道好的爱情 就是可能会引发他生气的 因为爱情当中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我可能就有我的喜好 我的喜好 可能你就是不喜欢 但这就是我 你如果为了他 把自己变得四不像 那我告诉你 那爱也谈不长 所以别委屈自己 也别去敷衍你的爱情 好好地想想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如果真的想要一段自由的恋爱 就自由地谈 如果觉得这段恋爱 让你约束了 束缚了你 大胆地分开就好 我有点不明白的一件事 这么不好的一个人 你干嘛 我跟他考虑未来呢 在你口中描述出来的这个人 他不是哪哪都不好吧 又惦记前女友 还又不考虑你的感受 就在你口中描述出来 他没有好的地方啊 你知道 你所在乎的这些事 你所拿出来说的这些事 我觉得完全不值得一提 然后你刚才一直在说一个 那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姑娘你一直在谈你的感受 我认为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怎么怎么样 我的感受是什么什么样的 可是爱情是两个人的感受啊 就前女友结婚这事 就怎么了 结婚叫他去 他没去 哪儿出问题了 所以我说你说的所有的这些事情 都是在谈你的感受 在谈你在乎的点 你把你自己的委屈 和你觉得你自己心里面的 不舒服的地方说出来 没有用 必须你们两个人的感受 是中和的 所以我觉得 到这个本来是要毕业的 这个年纪 大家现在就应该 先想想自己的未来在哪儿 我在事业上 应该要怎么打拼 然后再去考虑我去哪儿 然后再去考虑 我们两个人 能不能找到一个 共同发展的一个地方 不能拧巴这事儿 不能说为了爱情 而牺牲掉其他的东西 你说现在应该是挺失望的 现在刚刚还是忘了一次 这在他追你无果之后 那一年他没闲着 他在追着别人 你以为一直是在等着你呢 你其实从始至终 你是不是都活在自己想象的 一份执着的爱情里 一个痴心的男孩 追你追了一年多 听你的 扶你的 最终你还为了他呢 离开自己母亲到一个 还不算太远的城市 去工作生活 这一切 你想到底值不值 和你想象的那个梦 到底 现实差距有多么远 千万不要因为 在朦胧不懂的情况下 去付出所有的东西 这里面很重要的 这种工作 你为什么留在沈阳 是为他吗 还是说里面 有很好的工作机会了 算是因为他吧 那千万不要 现在你们要毕业了 对吧 人家还有个想法 人是为了工作要去云南 为什么要阻止他呢 为什么一定要说 留在沈阳 沈阳也没有你一个 事业发展的方向啊 这段情你真的是 看清楚了吗 他只是一直的抱怨 或者说他只要扶我管 那就是爱我 可是他已经想离开你了 他也许是为了工作 也许是已经受不了 你对他的管束了 好像都是打着为他好吗 但是你有顾及到他的感受吗 没有 男生啊 现在对他什么感觉 你去云南到底是为工作 还是为了离他远一点 直面你现在面对的问题 虽然当时你追他是用了心了 用了力了 但是现在 如果两个真不合适的话 是可以分开的 但如果你要是说 想分而又不敢去说 就是你的问题了 我对你们俩建议是 如果现在看不清楚 琢磨不明白的话 可以异地恋一阵子 不要为了所谓的 你们假想的一个爱情 去放弃了自己更多的东西 那个对你们可能 人生是最重要的 就这样 刚才女生一直在 指责男生不够坦诚 但说实话 我真没看出来 这个男生哪里不坦诚了 他最多就是一个 21岁 还很不成熟 缺少定力 对未来没有清晰规划的 小男生而已 如果说他真的不坦诚 他也不会把前女友的 备忘录发给你看 也不会把存有前女友 丑照的手机交给你 也许你有点作 但我更多的感觉到的是 你对他满满的嫌弃 因为你在长大 而这个男生 还像个长不大的孩子 对你来说 可能你在他身上 也许是看不到希望 其实很多年轻人的爱情 都是因为成长的不同步 走着走着就散了 不合适就分开 勇敢地告诉他 哎呀 不能自洽吗 在这个年轻阶段的时候 都不自洽 不是你们啊 我们年轻的时候 也不自洽 你看 不生气的时候 对我好 那个管不叫管 叫关心和照顾 我要求有自我的时候 关心和照顾 就变成了管 对不对 就变成了约束 对吧 一个听话的男人 他得听我的话 但是这么听话的男人 一定是性格上面 比较柔弱的一些男性 他对外的时候 就表现得偏软 这个时候 你又希望他 立拔山西 气概式 其实这就是贪婪 我们总想要一个 完美的爱人 这个世界上 哪有完美的人吗 这是我说的 叫第一个不自洽 第二个是什么 现在年轻人的 这个恋爱的边界意识没有 是因为没有自我 你要真的很忙 你说我要在学业上忙 我要去读书 我有我的交友圈子 他抽不抽援 你会管吗 你内心真是非常的丰富 跟家人洗完澡以后说 我下面的安排 是要去读读书 或去会个友 他去玩 你不是应该很高兴吗 失去了自我 你也一样 就现在恋爱当中的 男生和女生都是这样 谈了一场恋爱 爹妈不认了 朋友不认了 啥都没有了 工作不要了 事业不要了 反正我们俩只要在一起就行 你看你们俩是不是这样 然后再回到生活的时候 发现不对啊 为什么人家那个男朋友 能想着长远的规划 说我们要去哪 我这个男朋友就不行了 你都洗脑洗完了 他变成你要的那个样子了 你觉得不可爱 你要扔了 对吧 这是一个被改造完成的男人 在家妈妈管 出门女友管 在家跟爹蛮横 出门跟男朋友蛮横 你们把现在的这点东西 全都带到恋爱当中来了 所以难受憋屈啊 所以你们想清楚 坦诚地面对 好不好 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就是觉得 你的问题挺多的 其实 反正就是可能 我觉得你的问题多吧 我觉得老师说的 挺有道理的刚才 我觉得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是得好好想一想 可能我之前想的也不够多 我觉得你挺好的 就是好的时候 那么好 然后但是就是 一上了脾气吧 就不是你自己了 然后去云南那件事吧 我都答应你了 留在沈阳 然后 我觉得 你要是一直 这个脾气 咱俩也应该 好好考虑考虑 我就问一个问题吧 我以后在沈阳混得不好 你得养我 我一辈子没出息 就是因为我曾经错过了一次选择 我为了我们的爱情 你认吗 你我没什么要说的男生 就是在这个阶段 被惯坏了 懵懵懂懂 现在我小要的 我就一定要到手 其他的后果 我都不顾忌 不觉得这件事很可怕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5 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小心被骗 预测一下吧 周老师 男出女不出 我觉得他俩都会出了 我现在开始怀疑 男的到底云南有份工作吗 还只是作为一个筹码 你看我为你付出了 你得对我好点 不要那么管着我 双出 可能是双出吧 但真没看出 两个人有多爱 好吧来 我们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是怎样的 来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好了 既然选择了 就接受吧 谢谢两位 请回 好吧 祝你们实习顺利 早日找到一份 你们喜欢的 再一次感谢四位老师 跟我们做的精彩的人生分享 也要谢谢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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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